近日来自英国现居深圳的YouTube博主 李和他的儿子Oliver在重庆深度体验十天 他们品尝美食游览美景 通过镜头向世界展示重庆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以及城市发展新风貌 据悉父子俩是首批受重庆国际传播中心 重庆文旅国际传播中心邀请 来重庆参加放心中国游海外大V拍重庆活动的视频博主 在三峡库区重庆奉节 父子俩首先来到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白地城 在这里他们感受中国古代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 站在白地城城墙边上 他们远眺奎门和曲汤霞 欣赏曲汤霞两岸如霄 岩壁高耸长江在悬崖绝壁中奔流的震撼场景 游玩白地城 父子俩登上三峡之巅景区 在海拔1388米的长江三峡最高处 用镜头拍下壮丽的长江三峡 在世界文化遗产大足食客景区 Lee和他的儿子Oliver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先后参观了大足食客博物馆 宝顶山磨牙造像群 在这里 他们感受公元九世纪到十三世纪的中国石窟艺术 用镜头拍下震撼的牵手观音磨牙造像 经过十天的深度体验 Lee和他的儿子Oliver 感受到重庆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优美的自然风光 他们将自己的所见所闻通过镜头与全世界分享 里面的风景 非常严重 有很多地方做到这里 如果你想要来到一个假期 你可以容易处理你的假期 非常不同的东西 在两个月中 没问题 是很酷的地方 有很多地方做到这里 有很多地方做到这里 有很多地方看 你一定会来到这里 感谢观看